基督视角看世界 欢迎收看基督视角看世界 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今日报AI主播丽百家 看到有人身陷危难时 你会伸出援手吗 若要赌上性命 你还愿意继续下去吗 22日台北众目者职场领袖 共200多人难得齐聚电影院 观赏自由之声 一部揭露儿童性贩卖 有真人真是改编的电影 7月份于美国院线上 印短短16天 票房就突破1亿美元 该片震撼人心之处在于 真实揭露全世界 儿童性贩卖的残酷黑暗 5年前就已拍摄完毕的自由之声 因各样因素阻挡 延宕至今 才得以在大荧幕与观众见面 电影播映前 台基盟顾问牧师 杨宁雅牧师祷告 主耶稣感谢你 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愿你透过这部电影来对我们说话 因教会是这个国家社会重要的声音 要保护下一代的孩童 电影《自由之声》讲述美国国土安全部特工 提姆巴拉德 在儿童网路犯罪工作组负责逮捕恋童癖 瓦解儿童贩卖组织长达12年的故事 直到有日 在任务途中 他突然体会到 虽然抓了许多恋童犯 但又有几个孩子被拯救 于是 他展开了营救孩童的行动 后来更因官僚体制之故 辞去工作 进而深入哥伦比亚丛林冒险 坚持拯救受困孩子 现实中的巴拉德 2013年创办非营利组织 成立地下铁路行动 开启拯救儿童的事工 至今已帮助营救6000名幸存者 并逮捕了5000多名肇事者 其中不乏有3到7岁孩子 每天被强暴10到15次 且持续多年 据统计 人口贩运是一项 每年可高达1500亿美元的业务 令人惊讶的是 美国竟是儿童性贩卖最大消费国之一 而墨西哥则是第一线供应者 现今人口贩卖已超越非法军火 甚至买卖毒品 而真相令人心碎 因为毒品交易只有一次 但孩子却可以交易无数次 上帝的孩子是非卖品 若这是你的孩子 你会做事不管吗 这是巴拉德心中的呐喊 观影后 IM行动教会冯康田师母受访时分享 身为二宝妈的他 看见电影中被掳的孩童 心中同样有很深触动 电影呈现出贪心 邪恶的大人 想尽办法得到利益 反观 孩童却单纯的信任 即使遭受性虐待 后来人能毫不怀疑 信任前来营救的人 从中反思到 身为被信任的大人 我们是否能带给下个世代好的影响 能否为不能发出声音的人来发声 特别的是 自由之声电影开放 索取免费票券 甚至可以认购票券 避免有人因经济因素而无法看见该片 判斥历史儿童保护一题被看见 一起把故事传递出去 成为改变力量的一份子 会后 杨宁雅牧师受访时几度哽咽 她表示 此次电影放映会起因于 有几个妈妈看到预告片后 感动流泪 决定奉献出自己的薪水 判能请教会牧师 职场领袖来观影 一同关注孩童一题 因此 杨宁雅集透过牧者训练中心管道 聚集台北市12区传道人 职场七山领袖一同前来 因而促成了此次电影院的聚会 该部电影虽有小公司制作 且被打压多年 后经由神开录 全美教会动员起来 使电影顺利上映 且相当卖座 台湾人本身对家庭价值就很有负担 杨宁雅盼望 不只是鼓励人来看电影 台积盟也将支持下一代幸福联盟 未来致力于建立儿少健康防治网络 集结儿少工作相关机构 为儿少陈寅等相关议题 其心尽一份努力 上帝的孩子是非卖品 这是神给电影中主角的呼召 因此他放下一切 全力以赴来拯救黑暗角落中的孩童 谢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有美好假期 我们下周见 我是AI主播利百家 展现基督视野 超越世界观点